知名台语歌手乔佑近年来成为歌坛的黑马,自从五年前推出《思念的海岸》和《女人的一生》两张专辑以来,她以浑厚动人的嗓音迅速走红,受到各地演唱邀约的不断涌现,积累了高人气。 为了应对北中南地区接连不断地演出行程,乔佑特别准备了一项秘密武器,毫不犹豫地花费450万购买了一辆顶级保姆车,该车的内部配置堪比头等舱,曝光后让无数粉丝大开眼界。 据外媒报道,乔佑之所以购买这辆保姆车,是因为四年前演出邀约接连不断,忙碌地演出行程让她一个月内超过30场演出,甚至有时一天要演出3、4场,导致她经常没有时间休息,有时候真的在台上唱歌的时候都会恍神,忘记自己在唱歌。 乔佑也表示,乔佑也表示,起初面对昂贵的车价,她认为租车就可以了,但考虑到长期租车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,所以最终决定购买。 在一次采访中,乔佑带着大家参观了她的顶级保姆车,车内设有隐藏式沙发床,小型更衣室,桌子,卡拉OK设备,甚至还配备了类似飞机头挡舱的顶级座椅。 有一次乔佑坐在这个座椅上直播,粉丝们甚至误以为她在飞机上,值得一提的是,乔佑除了是一名歌手外,还有着惊人的家世背景。 她出生于1975年9月11日,在传统家庭中长大,是家中长女,她的家族连续五代都是女性之称,父辈则都是外嫁进来的,乔佑家族是台南玉井著名的芒果世家,已有五代人从事芒果种植,家族倡导女性自强自立的家族精神,因此她从小就跟着母亲学习管理家务。 在台南玉井长大的乔佑,家族已种植芒果为生,也因此她被称为芒果公主。 她坦言,由于是家中的长女,所以从小就有责任感,因为知道自己必须要承担起家族的期望。 在成为歌手之前,她是南台湾著名的购物天后,以一流的叫卖能力和亲切的态度而闻名。 她曾经在二十分钟内卖光了五百套女性运动服,甚至创下了八年来总销售额达五亿台币的惊人成绩。 至今无人能够超越,从小就对歌唱有兴趣的她。 最初是从《快乐歌声》节目开始,逐渐奠定了歌手之路,后来推出的专辑《朝地》更是让她尝到了走红的滋味。 各地演唱邀约不断,人气飙升,为了迎接北中南的连场演出,乔又特别准备了一项秘密武器,不惜花费四百五十万元购买了一辆顶级保姆车。 然而,曾因连场赶场导致交通意外,据悉,当天结束北部工作后,由特助驾车南下,事发时是晚上十点多,高速公路车流量大,下雨天路面湿滑,因此发生了车祸。 幸运的是,特助在危急时刻表现冷静,及时采取措施减速,并在高速公路上打滑几圈后停下来。 没有对其他车辆造成影响,将伤害降至最低。 尽管安全气囊爆开,但他并未受伤,只有大腿有些瘀青。 他表示,可能是因为车上放了很多护身符,所以得到了神明的保佑,虽然花费了七十万元修车,但这次车祸让他意识到频繁的赶场活动存在很大危险。 因此,他决定每隔一段时间安排假期,让自己身心得以充分休息。 当前,受疫情影响,他的商演被取消了四十多场,损失了三百万元。 而他经营的副业手机配件店,也因客流量锐减而面临严重困境。 他不得不关闭了八家分店以减少损失,但仍然承受了八百万元的巨额损失。 但是,尽管如此,他表示,近年来几乎没有休息过假期,这次正好趁机调整心态,养护身体。 他还曾与同样受到疫情影响的本土剧演员黄仲裕一起前往靶场,希望通过运动来净化心灵,摆脱困境,期待早日走出疫情的阴霾。 值得一提的是,他曾在保姆车内举办直播演唱会,并开放粉丝点歌。 在演唱会上,他突然摘下口罩说,真的很想拿下来,引发了一些争议。 他解释说,疫情期间,想与粉丝多互动,因为在车上有卡拉半场装置, 所以,坐在保姆车的后座,与驾驶有一定距离地在车上直播。 他也提到在整个过程中都戴着口罩,只是因为粉丝的留言建议才决定暂时摘下口罩,但他对此人感到抱歉。 此外,还有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,前不久,他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个小故事。 故事中描述了一只小狮子,为商人老板带来了丰厚的财富。 经过六年多的时间,小狮子长大了不少,也吸引了其他愿意合作的商人。 然而,有一天,老板却冷酷地拒绝了小狮子的一个小小要求,并开始记恨在心,逐渐限制了小狮子的饮食和工作。 这番言论略带深意,让人不禁怀疑他是否在借此暗示自己被公司冷落。 但他随后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了这一传言,仅表示专辑正在筹备中。 一切照常进行,他作为资深艺人,鲜少涉及绯闻,但在与师弟乌兆帮的对唱与演出时,MV中的互动十分暧昧。 两人相识超过十年,同为南部购物天后与天王,拥有广泛的粉丝群。 他们曾被粉丝称为最合适的一对。 乔又表示,两人虽然属于同一家电视台,但几乎没有同台过。 他们经常在购物频道竞争,但私下却是好朋友。 乔又说,我们首次合唱情歌时,刚开始还真有点不适应,经常笑场。 乌兆帮一度非常紧张,甚至导致NV的拍摄多次中断。 他透露,每次看到乔又大眼睛时,我就莫名地紧张。 据说其他男歌手与乔又合唱时也会感到紧张,所以大家把他称为鹰眼女王。 乔又还透露,乌兆帮是个慢热的人,而他则直率坦诚。 因此,他常常取笑他,在拍摄新歌NV时,他故意逗他,说导演会安排床戏,于是,他认真地躺在道具床上。 喃喃自语着,这是第一次,我很紧张,直到工作人员过来要搬走床,他才意识到被捉弄,当场气得不行。 此外,乔又与蔡小虎,蔡嘉林的关系也非常密切。 猪肉王子蔡小虎,最近迎来了出道30周年,当被问及是否有什么计划时,他笑着表示,今年让年轻一辈来接棒。 他还特意出席了歌手蔡嘉林的演唱会记者招待会,并自称,虎爸,他不仅要支持,儿子,还邀请,女儿,乔又一同助阵。 谈及最近的状况,蔡小虎笑称自己最近终于瘦了。 他坦言过去一段时间因为贪吃导致身材发浮,尽管瘦下来的幅度不大,但他笑着表示,这样拍照更好看,之前的脸太圆了。 此外,蔡小虎同意担任演唱会嘉宾的决定令人难得。 他表示,在蔡嘉林身上看到了自己刚出道时的影子,那种不怕吃苦,充满冲劲的精神。 因此,当蔡嘉林向他提出邀约时,他立即回答,没问题,还大声宣称,永远力挺干儿子。 提到蔡小虎成为干爹,蔡嘉林回忆起他在选秀比赛中多次演唱蔡小虎的金曲而未免的情景。 蔡小虎一直关注着新人,给予他许多建议和鼓励,像父亲一样的关怀,使他感受到了无比的温暖。 某次到蔡小虎家做客时,两人因志举相投,便败为父子。 乔佑作为干女儿,也立即表示蔡小虎是一个非常好的人,特别心疼年轻一辈,事实上。 乔佑与诸葛亮之间也有一些难以言说的奇妙故事。 他最初是与罗石峰、谢磊等人对唱,后来转战电视圈成为购物专家。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,他终于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,早前参与节目时与诸葛亮重逢。 诸葛亮说,折腾了这么久,终于再次相逢。 乔佑的演艺生涯,看似一帆风顺,实际上却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心酸。 他曾在某节目上用歌声唱出自己的人生经历,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,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梦想。 动人的歌声和励志的故事,让全场观众为他的努力而感动。 主持人于美人更表示,乔佑的努力,让他的表演不需要任何包装就能打动人心。 如今,乔佑已经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,前不久还参加了蔡嘉琳的演唱会,并送上苦茶和蜂蜜祝贺蔡嘉琳苦尽甘来。 被问及最近的近况,他透露自己一直在接受演出活动,蔡嘉琳旁边调侃道。 活动根本爆满。 事实上,乔佑先前一直有接受庙会演出活动,数量超过了一百场。 昔日的购物天后如今已完全转变为职业歌手。 乔佑甚至开玩笑说,我已经变成庙婆了。 每个人在成功的道路上都会经历各种困难,甚至要面对一些别人的质疑。 但无论如何,只要像乔佑一样坚持不懈,就一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。 最后,祝愿乔佑的事业更上一层楼,生活幸福快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